伸出双手就能触摸 眼前松软的毛发 是秘制保存在山巷里的秘密 白色广场 橘色夕阳 缓慢的日常像漩涡 一圈一圈地旋转 就像是谁 看你了一样 打乱了缓慢的脚步 你掉进我的世界里 以为早就习惯 默默地 守在眼旁 抬头望向 漫天起云 散开成晴空万里 但这样都还比不过 那天你曾经迷惘 像我惊讶的表情 不可在今后 会有什么未来再待待 我都会守护掉你存在的风景 凝视着视线 我刚刚只会掉下床区吧 我是怎么啦 竟然差点从自己床上掉下去 还没注意到 谢谢 他把我拉回床上 接着就躺回原本的姿势 闭上眼睛 我也只能跟着乖乖躺好 要是再被他拉回来之后 我跟他的手臂紧紧贴在一起 而发生过刚刚那种事 我自然不好意思 继续乱动 结果 我就只好紧靠在他身旁 透过他的手臂 感受他的体温和心跳 就是 这真的不是我的幻想吗 这样 这样 紧靠着兽人的身体 睡看似很美好 但 这样 是要我怎么睡啦 这可是我第一次跟别人一起睡啊 第一次 就跟神一起睡好像有点微 可是 这可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人 他手臂上的 气毛 碰起来 又软 又顺 身体 温暖到有些发烫 仔细听 还可以听到呼吸声 要我不去注意 身体实在太难 太难了 太难了 实在太难 难难难难难难 不行不行 这样下去根本睡不着 可恶 身体 明明已经很累了 脑袋缺 得想个办法转移注意力才行 那个 明报先生 他没有回答 但我感觉到他动了动 你还醒着吗 那个 不好意思 问你这样的问题 可是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啊 刚好 刚好 呃 是说 正好遇到我吗 是 可是 你遇到我 应该是在表演上吧 但是 虽然我那时候 就 开始觉得累 但 并没有看到你啊 为什么 你等到我回家之后 才来找我呢 零 回去 我 零 回家 送零回家 难道说 你跑了一趟屏东 才又过来吗 明报的 身词晃了晃 应该是点了头吧 你能一下子 跑那么远哦 零到 金灯号 哎哟 金灯号没点到 直接点到下去了 没关系 我们 自然的等 下次金灯号的出现 零到 我 我 记得好像在 漫画中 看过这种说法 还真的有这么方便的东西啊 所以 我也可以 走 那个零到吗 可以 有我在 听起来 像是 只要有他在 就可以的意思 如果 用这种方法 来回屏东 或许 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麻烦 不过 我还是不想去 畢竟 不只是路程的问题而已啊 那你 你为什么 想来找我 你们那边的状况 有材料需要找人 呃 传达神域吗 看来 他是不知道该如何说明 考虑到他的汉语程度 或许 我不该问 这么难的问题 你们那边 村子 状况很糟 不知道吗 还是说 有人不听神的话 背离传统 破坏山林什么的 他缓缓点了点头 好吧 我大致可以想象那种状况啦 不过 这样的话 我去有什么用吗 他们应该不会相信 跟外来者 还是 汉人移民后代说的话吧 更不用说 我家是爸妈祖的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 反而更让人惊讶吧 有办法 应该 总觉得他也没什么自信 我也不是说 不愿意帮你 但是 去屏東真的太噁了 就算有办法快速来回 要我 不时跑去屏東 我还怎么过日子啊 再怎么样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一定要为我着想啊 我自己也知道 这有些强人所难 如果他能顾及我 就不会来找我帮忙了 还要拒绝他 总觉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要跑去 原住民部落过日子 我实在是不想 我知道了 你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他没回答 是不敢确定呢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现在我也无从得知他的想法 可是 要从他嘴里 混出来又很困难 而且小聊一下之后 我也开始想睡了 现在不睡的话 再撑下去 就要睡不着了 我实在 撑不住了 我先睡了 晚安 晚安 他也没多说什么 就让我睡了 现在没开灯 所以看不到 但不知道他现在 脸上是什么表情呢 我一边长着这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渐渐 沉沉睡去了 朦朦间 我只记得 翻了个身 因为 早上还安冷的关系 我把棉被拉紧 往床内侧 翻身 平常应该是会碰漏墙 然后我就可以把棉被塞进了 但 今天却碰到了 软软的东西 我随手压过去 想把它推开 但 它却晃了又晃回了 冷空气 从 缝隙间 透了进来 我再次拉棉被 想把棉被塞进 但棉被却卡住了 我在睡梦间 用力拉扯了两下 好不容易 才把棉被拉过来 总算可以安心握折了 可是为什么需要用力拉 我睁开眼睛 我看电视機 比较恐怖 我觉得不太大 塞 哇 以为永远 说 改天 准复 不小心 安心握护的 此外 把我拉住 沒有讓我跌下床 抱歉 所以說如此 我還是變成用奇怪的姿勢 掛在床邊 這動作實在不舒服 蛤? 怎麼了阿寮 學長打著哈欠 喔!原來是打哈欠的聲音 哈哈 那應該是 啊~~ 怎樣 學長打著哈欠從他的床褲上坐起 看來是被我們 吵醒了的樣子 你們在幹嘛? 打情罵俏 真是的現在幾點 學長伸手在床鋪邊摸索 好像是在找手機 我連忙從雲報的手中掙脫下床陣喉 早安 阿寮 阿寮 早 學長你 我正想看看學長找到手機美 回頭一看學長卻又睡著了他張大嘴巴 棉被踢掉一半躺在地域上 真是的現在還是初春 天氣什麼人這樣睡會感冒吧 我過去幫學長把棉被改好 轉回來後才發現虎爺不知何時出現震撼 看雲報一起盯著我 呃...虎爺早啊 我有點不知道該不該打招呼 總覺得氣氛有點尷尬 難道虎爺還在為昨天 昨晚我讓雲報睡床的是生氣嗎 好聊 你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欸什麼 你確定要放這兩個傢伙留在你家 啊 學長還沒起床 總不能這時候把他趕走嗎 雖然我也很困擾 不過 我轉頭看上雲報 原本是想問問他的意見 不過我還沒問他就開口了 我留下 我想也是 你也看到了我想趕他們走 八成也趕不走 暫時就先這樣吧 阿寮 你真是一點危機意識也沒有 虎爺說著嘆了口氣 唉 等於只能 我幫你盯著了 可別給我做什麼奇怪事 知道嗎 原住民 不會做 我會看著你的 好啦阿寮 現在是早上十點 你今天睡得特別晚了 昨天比較累的關係吧 不過 我覺得現在精神還不錯 我拿起床頭的手機 看了一下 現在十點剛過不久 雖然確實比平常起的晚 不過 本來 周一早上就沒事 嗯 早上十點啊 我今天下午才有課 在那之前都沒什麼安排 我家裡 學校很近 剩半小時 再出門也綽綽有餘 在那之前要做什麼好呢 我平常在這個時間都是自己上網 上上網打發 現在家裡有三隻大貓在 說起來 學長應該要吃早餐吧 我肚子也有點餓 不過 學長已經睡回去了 要吃東西的話 還是等學長一起來 起來一起去吃比較好 那為了等學長起床 我先做點別的事好了 我像平常一樣打開電腦 逛起 平常在看的社群網站 但是 沒看幾分鐘 我就開始覺得不太對勁 所以不要看嗎 感覺挺不舒服欸 不舒服 為何 就被別人看著自己在做什麼 感覺很奇怪啊 奇怪 但是我平常都是一直這樣看著你的 說過了吧 你電腦裡有什麼檔案 我都知道 就算你這麼說 三五也確實說過 但不代表我就沒關係啊 這些神明的眼中 難道我沒有隱私權嗎 雖然對神明談隱私權是挺奇怪的啦 可是一直被看著的感覺很不自在啊 我在用電腦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看著我嗎 是可以的 雖然你房間多了另外兩隻 我有點不放心 不是很想把視線從你身上移開 阿琳 你是不是不想被知道你在做什麼 還是不希望有人看著你 這個啊 都不太想 嗯 好吧 那我去看書 五爺到書架上抽了一本書 坐到角落看起來 可是 如果我沒看錯 五爺抽出來那本書 現在 仍然還在書架上 那一疊書 看來並沒有手 啊 他是怎麼做到的啊 算了 我現在也 不是很在意這個 看向文報 不用等我書名 他點了點頭 鏡子坐到床上 閉目養神起來 我太了口氣 總算沒有人一直看著我了 雖然他們還在房間裡 老實說 不是那麼自在 有些網站我還是不敢打開 不過至少比剛剛輕鬆多了 我在網路上打發時間 不知不覺 就到了12點 學長 學長 該起床了 啊 早 起電了 12點了 學長 你怎麼睡得這麼晚啊 我平常都睡到這麼晚啊 習慣了 沒辦法 學長你的生活也太頹廢了吧 阿了 等你大三大四也會這樣的啦 學長一點不在乎的回答 算 有聽說 大學 讀越久就越混 不過真的有那麼誇張嗎 總之 學長 該吃早餐囉 再不吃的話 下午的課 要來不及了 嗯嗯 那我去 刷牙洗臉 學長 翻身起床 走進浴室 對了 學長 你下午打算怎麼辦 下午跟你一起去學校啊 學長 在水聲中回答 等一下 所以現在學長用的 用的 書籍用具是 學長 你 課上到幾點 課 不 我今天沒課 那學長 你去學校幹嘛 跟阿了一起上學啊 啥 同學之後一起上下學 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學長 你是在說啥 夢話內容啊 別開玩笑了啦 學長 從浴室出來 一邊用 毛巾擦著臉 附在一起 那 可是我的毛巾 嘿嘿沒有啦 不過 不管怎麼說 我是來阿了你家切住的嗎 你出門的時候 我不好還待在你房 你家 回來的時候 要是沒有一起走 你也沒辦法幫我開門 那為了方便 就只好一起上下學囉 呃 這麼說好像有道理 可是 難道就沒有 學長回家去這個學校嗎 學長 你這樣的話 你還是回家比較好吧 而且你的 換起衣物什麼的也沒帶來 不是嗎 對啊 所以我晚上打算回去一趟 把需要的東西帶過來 學長 有必要這麼堅持嗎 不能輸給那邊那兩個阿 昨天我也說過 總之就是這樣啦 算了不管了 你要五根就跟八嫩 午餐力打算怎麼辦 當然是跟阿寮一起吃啊 我還是簡單吃點三明治就好了 買回來 哇阿寮別這樣啦 這三明治太沒有氣氛了 要什麼氣氛啊 我燙了口氣 總之 我打算上課前 隨便買點東西到 教室吃就好 學長你想 去吃午餐的話 就去吧 我會在你家幫你開門 我會在家幫你開門 我會在家幫你開門 阿寮不吃的話 我也不吃了 這樣好嗎 學長的身體還是要吃飯吧 我可以跟阿寮一樣簡單吃點 我剛起床也不太餓 好吧 那我就不管你囉 嗯 不用管我沒關係 我沒問題的 學長坐回床墊上 拉起被子蓋住腿 開始滑手機 好吧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於是我繼續回去用電腦 三隻大貓和我 相安武士 就這樣 到了上課前夕 阿寮差不多該出門囉 啊好 我拿起下午的課本 和錢包還有手機鑰匙 那我就出門了 虎爺就麻煩你看家囉 等等 阿寮我也要去 啊 不 等等 虎爺你是說你要跟我一起去學校 你來做啥 保護你阿 拜託 學校耶 我不需要保護啦 不行 我不放心 沒道理放著你和那隻小貓獨處 況且 照我看來 那個原住民八神也會跟著你 你說誰是小貓 等等 為什麼 馬雲豹先生你要跟我去上課 雲豹默默點了頭 所以我要去學校的話 你們都會跟著我 我看這樣三隻大貓 而且三隻大貓也彼此對勢 接著他們一起點頭 為什麼阿 阿 畢竟這也是機會嘛 要跟著你 再怎麼說 我也沒道理放任兩個來路不明的傢伙 纏在你身上 既然如此 我當然也要去喔 你有我就先不管了虎爺你 就算 就算 就算你說想跟 你不是不能離開神像太遠嗎 就要怎麼 一起來 如果是很密切的信徒 還是可以跟著 你們臨家人當然沒問題 不然要是連自己的雞同都沒辦法保護 岂不是很沒面子 這是什麼雞吃 不知道 因緣吧 太隨意變了吧 一去因緣就可以混過去嗎 唉 算了 總之 就當作可以跟吧 但現在 這是怎樣阿 就這樣下去 不只算一下 就連我去學校也不得安寧嗎 雖然身邊有三隻獸人 是很仰眼沒出 但這樣 他也不自由的把我的隱私 全都立法我去哪裡了 歐六 你不用煩惱太多 在你開眼之前 我也經常跟你去學校的 你只要像以前一樣 當成看不到我就可以了 沒有這麼簡單吧 就算那樣 這兩隻又怎麼辦啊 耶 看不到我 我就只是普通的陪阿寮一起上課啊 什麼時候去學校上什麼課 本來就是大學生的自由吧 學長你可 這根本真是詭辯 而且我路上可以陪你聊天 有些課程 甚至可以幫你抄筆記 做報告喔 學長對我比了個讚 好吧 假如學長願意做到那種程度 不得不說是很有幫助 學長好BABY 也就是說阿寮答應了對吧 嘿嘿 真是面對你內心的欲望吧 喔 好啦 不管你們了 要跟就跟啦 我看 我也只能認齋啦 我打開門 等著三隻大毛出去 這才跟著離開 鎖上放 好帥 來到學校 我看學長在側門買了 過中午打折的早餐店 三明治和鎖江 拎著塑膠袋 就去了教室 學長如他所說 理所當然的 跟著我進了教室 這堂課人很多 學長混進來 應該不會被發現 不過這可是大一的共同課程 學長早就上過 再聽一次應該也沒什麼意義才對 我像平常一樣在教室中間坐下 學長坐在我旁邊 虎爺和雲豹也在附近的空位坐下了 其實他們根本不需要坐才對吧 雖然虎爺一副老神在在 看來真的跟著我 來上課很多次的樣子 不過雲豹就彷彿 流流流流進大觀園似的 跟進校園就不斷東上希望 對經過的東西都會盯著看 進了教室以後也是 摸摸桌面啦 查看抽屜啦 就好像從前沒見過這些東西似的 怪了難道這些東西跟他家鄉有什麼不一樣嗎 雖然我很好奇他的想法 但他一句話也沒說 我也只能不管他 做好準備上課 課程開始了 我隨著老師的講解 抄起筆記 學長則是在我旁邊畫手機 好吧這也不意外啦 倒是雲豹好奇的跑來看我在做什麼 不知為何我在筆記本上 抽的文字似乎讓他挺在意的 被雲豹看 這樣看著我寫東西總覺得怪怪的 不過比起被看著電腦螢幕 現在抽的筆記就只是在黑板上的內容 所以沒有那麼討厭 你這樣害他很難寫字 知道嗎 其實也沒有很難寫字 不過雲豹的大臉一直在旁邊 確實讓人有點煩心 雲豹把臉從桌旁一開 還有 你也不要像香包老師的在那邊晃來紅去 很讓人看著 讓人煩躁你知道嗎 要待在阿寮身邊就乖乖帶著 什麼都別做 一直打擾其他人很煩的 沒有打擾 看人的神 超麻煩 我可沒找麻煩 你本身就是麻煩 生理突然闖進別人生活 難道你沒有自覺 你堅持要留下來就算了 至少不要打擾其他人 自己找地方做好 最好離阿寮遠一點 看人的神 說的話不聽 誒誒 這是怎麼忽然吵起來了 我偷偷看向學戰 然後他也只是瞄了虎爺和雲豹一眼 我就繼續 就回去繼續滑手機了 沒錯我是漢人的神 但我也是阿寮的保護者 你要是想拜託阿寮什麼事 就該好好聽我的話 要是連這一點禮貌 都沒有很讓人困擾的 漢人的神 找麻煩 不聽 我就是要找你麻煩 誰叫你 別吵了啦 我在上課欸 你們兩個 我開口之後才意識到 我是在安靜如生的課堂中講話 其他人都聽不到虎爺和雲豹吵架 於是我這句話等於突然打破了疾境 好突然把視線轉向我 這位同學 你說誰別吵了 不 不沒有 是我睡糊塗了 我小聲的便捷 上課不要打瞌睡 不想聽課就出去 不要打擾其他想聽課的同學 我給你這個機會 聽懂了嗎 懂了 可惡我明明很專心在抽筆記 做生那兩隻大貓的錯 抱歉阿了 我之前沒有和原住民一起聽你上課過 忘記你聽得到了 不過我之前也說過 其他人聽不到我們說話的 你既然開眼了 以後這種別人無法聽到 卻有神怪在你身旁說話的狀況肯定不會少 你要多注意點才好 可惡我知道阿 就是一時反應不過來嗎 為什麼都害我這麼丟臉喔 我還要聽你撈他 我把臉埋在桌上 又小婢婢不知道 該如何轉移這股情緒才好 結果這下害我一時心神不寧 接下來的課也都聽不下去了 那兩隻大貓後 後來也沒有說話了 不過因為我也很生氣 氣氛還是很僵 沒有好到哪裡去好不容易撐到下課 我拖著 氣到累的身體走出教室 學長拍了拍我 辛苦啦阿寮 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呢 就是說要搞什麼嗎 對不起 你沒資格說 好多 虎顏裡也不要 我說到一半發現 我又在跟空氣說話 連忙閉嘴看著 看向四周 幸好這時我走在 正在走廊上 別人就算聽到也應該會以為 我說話的對象是學長吧 你為什麼要包庇這個原住民 不要一直叫他原住民啦 都什麼時代了 我小小聲的說 假裝成在跟學長講悄悄話 現在哪還分什麼 漢人原住民的 他也沒真的打 我讓我你憋著針對他 漢人的神 這種話 可是他先說的 我可沒有叫他 翻仔還是什麼 難道就連叫他原住民也不行 不是稱謂的問題 是你對他的態度很差 你是這樣我不要討厭他 的配音